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好神 我是邱健好 这个盘今天没有让你失望吧 我昨天一条线往上画 对不对 可是今天开低啊 今天直接开低哦 盘中最多跌200多点 你看尾盘哦 胜跌30点 这个盘怎么解 我等一下解给你听 来先看这里 我说举手之劳 让更多的人看到影片 帮我按赞留言 再帮我分享 来我来解这个盘 来你看哦 这里是LINEAT 好不好 这是TG 这是FB 你们去三个加入 你就有我的讯息 好不好 你就有我的讯息 来看这里 今天盘 开盘这里很恐慌 你不会这里把它杀出去了吧 我跟你讲 这个盘怎么解 来你听我讲 这里哦 今天一根线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今天有人在撑 这个盘有人在撑啊 谁在撑 很明显啊 就是我们国安基金啊 他在撑这个盘 不要让这个盘下去 但是这个盘明天有个关键点哦 明天好不好 明天 来看这里 我现在解国际股市 你注意看哦 国际股市昨天美债 十年期美债 十年期到期的美债 他出现倒挂 倒挂你懂吗 所以代表说什么 他看坏未来景气 看坏哦 是看坏哦 所以昨天美股三大指数大跌啊 对不对 这不算大跌啊 这叫小跌啊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昨天 如果你晚一点睡 你会发现 他们原本是大涨 从大涨变小跌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开那么低 你懂吗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开那么低 来再回来看这里 来你看这个盘 来今天 一开盘开在这里 然后晃了一下对不对 就慢慢往上拉 有没有 最后一盘往上拉嘛 你看台积电涨多少 台积电最后一盘哦 拉了2.5 直接硬生生把它往上拉 来股票我等一下再解 我现在跟你分析这个盘 这个盘怎么看 接下来 你看我今天标题就知道了 我说这个盘哦 明天是关键转折 什么叫关键转折 这里你不要认为 这里有可能扶摇直上哦 不一定哦 因为今天出现这个这个现象哦 今天出现这个现象不一定哦 好不好就不一定哦 明天再出现一根K线 我跟你讲 我就知道他会怎么走 所以明天只要再出现一根K线 我看到我就知道 他未来怎么走了 这样你懂吗 好不好 明天是关键转折 所以决战在哪里 13000 决战在13000 来这个盘 注意看 台股盘中 盘中的时候 电金船同落 重挫于200点 超过200点 失守12700 今天最低多少你知道吗 126多呢 今天12600多 最低点哦 他尾盘是硬生生拉了200多点上来哦 所以才会收在只剩跌30点 你懂吗 只剩跌30点 我觉得这个盘 今天这样的走势不太对劲 好不好 不太对劲 来我说 这里你只要懂选择权的 你就知道这个盘会往下 但是这里 8月26号的时候 这里会往下 来你注意看哦 他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所以我说你只要懂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全盘掌握 选择权 来你注意看哦 这一段往下 这一段哦 这一段哦 就是你刚刚看的这一段啊 我这条 为什么我这条线刚刚往下画 因为我知道它会跌啊 来一直到这一天 我为什么知道它会涨 因为我懂啊 你懂吗 我懂 但是我看得到你看不到东西 我看得见你看不见 来你注意看哦 这里涨了对不对 来到这里 这里我也被骗一次啊 我也去买了股票 记得吗 买一律店吗 记得吗 然后我还停损 我停损我敢在节目上讲 其他老师不敢 停损一点点出场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跟着我操作 你跟着我操作 我会颜色停损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套一堆股票 套牢一堆哦 一整堆哦 然后他还在带你买新的股票 你套牢不先处理 你一直在买新的股票 套牢要先处理 你懂吗 所以我说你来跟我 我带进一定带出 我绝对保证带你出 好不好 一定带你出 来你看哦 这里 我说股市美股不如预期吗 这里跌破14600 记得吗 然后就开始跌 一路跌 这个盘一路跌 跌到这一天 我才看到希望 来我说这里有机会搁空手 这里我才看到希望 我今天出手买股票 这一天我买谁 环球晶 记得吗 我买环球晶 等一下给你看 来注意看哦 然后在连跌两天之后 开始出现反弹 这三天涨了500多点 这三天而已哦 涨了500多点 再来呢 美国又就中错 对不对 又继续中错 我说你们还有信心吗 这个盘谁还有信心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这一天 对不对 其实是到这一天啊 到这一天开始横着走 它一直徘徊在13000这里 我的关键价 13000这里哦 一直徘徊哦 昨天这是昨天对不对 我是不是一根线往上画 结果今天不如预期 你注意看哦 我说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今天算我错 今天算我错 我一根线往上画 虽然你说有人安慰我 他说老师 你已经很准了 因为今天真的有人在撑盘 但是我说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今天算我错 好不好 今天算我错 你要笑就笑了 我不怕 好不好 你要笑就笑 来我跟你讲 这里哦 今天这根线哦 我觉得有一点问题了 今天不是照我的规划 这样走 对不对 他是先往下再往上哦 所以明天我跟你讲 决战13000点 关键转折在明天 这个转折 是关系到明天之后 会上还是会下 所以明天之后 明天之后 我看完这根K线之后 我看完这根K线之后 可能开盘我就看到 我就看出来了 可能明天开盘我就看出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跟紧 你一定要跟紧我的脚步 我跟你讲 这个盘哦 如果往上哦 这不只是千点行情哦 如果往下也一样 我不是在吓你哦 我是说真的哦 这个行情哦 如果往上哦 就是下礼拜的行情了 明天一根K线之后 我可能就知道了 这个盘是要往上来往下 所以最关键的转折在明天 今天不是 今天不是关键转折 今天是明天是关键转折 明天才是 好不好 明天才是 来我说这个本事叫看见未来 你跟我的差别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这一点 这盘我解完了 我说关键转折在明天 好不好 在明天 来我们看几档股票 来我再说一次这里 来我说我选股有四个条件 产业前景加 营收动能强 股价超跌错杀 筹码干净 主力进驻 黑马标股正式起跑 来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是配合年终感恩回馈专案 0277259668 你拨电话进来问 你就知道这个299方案是什么 好不好 就知道299方案 来再来回到这里 我们看几档股票 你注意看哦 台积电今天开低走高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人撑盘啊 这不是他真的强 这是有人撑盘 好不好 有人撑盘 来连电 你会发现今天连电比较强 有没有发现 连电也是开低走高 可是他拉一根这么长的红K哦 你看台积电顶多回到平盘而已啊 他他顶多回到平盘而已 你看连电哦 连电没有破底哦 连电没有破底哦 所以这一波连电比较强 你会发现小型股比较强 应该这样说啦 他也算全资股 股价比较低的 我所谓是股价比较低的 来你注意看哦 还有谁 我之前跟你谈的创意记得吗 我说这里你不要杀低了 是反弹 来这个盘我跟你讲 这个盘明天会涨 明天会反弹 但是明天是关键转折 你记清楚 明天才是转折点 好不好 明天才是转折点 来你看哦 创意 还有谁 这是今天也开低走高 普瑞啊 我之前跟你谈的 我说你不要再杀低了 这些股票不要杀了 这些反弹啊 还有谁 来这一只 这今天也开低走高 可是不如意其他今天跌 他今天还是跌 有人问 有人一直问这一只 有人一直问长龙 这个是破底 这个是破底 你注意看哦 这也是破底哦 你不要觉得 这跳上来 没有这是减肢 你把它移下来 它是破底哦 阳明 我说这些股票 你不用问了 我一定叫你出 我一定叫你出 因为他筹码最乱 他的筹码最乱 你懂吗 这三只筹码很乱 因为我持股诊断 我一直诊断这三只 每个人来哦 每个人来一堆股票哦 但是都有这三只 每个人来都是抱着一堆股票来哦 然后都有这三只 长龙 阳明 万海 你觉得他筹码不乱吗 如果你有谁要拉给你赚 我问你 如果你有这三只啊 谁要拉给你赚 我相信没有人啊 拉的那个一定是笨蛋 我说真的 那拉的那个人一定是笨蛋 来你看哦 还有谁 来我们来看面板 面板今天很强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发现 来我跟你讲 我这一条线没有画出来 有一条线是年线 在这里 他这一根为什么是黑K 你知道吗 这一根是打到年线开高走低 这里有一条年线 开高走低 然后这里昨天站稳一天哦 今天直接攻上年线 所以这一条年线 他今天是正式站稳 这是面板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我说面板 如果跟长龙比 我要面板 因为面板有利空出来啊 你懂吗 这是面板啊 有没有看到 这么强哎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多久之前就跟你说了 我在底部就跟你说了 我不是现在才告诉你 我在底部 我在很底部就跟你说了 我那时候拿这两只来比啊 我拿长龙跟那个 跟友达来比啊 哎 差不差差不差的远 我跟你讲 这差的差的太远了 这是面板 还有一只 来 这一只比较弱 彩晶 彩晶比较弱 但是人家今天也开低走高 哎 他盘中杀的很深哦 盘中杀的很深哦 来 还在来看还有谁 有人问有人问什么 有人问这一只 鸿海 鸿海我跟你讲也是主流股 他今天跌 我跟你讲 今天所有股票跌是正常的 因为今天尾盘是拉全值股 尾盘是拉全值股 你会发现这些股票在拉 有没有这些股票 联发科啊 还有谁 刚刚鸿海嘛 台积电 联电 你发现这些股票在拉 有没有发现 国泰金 有没有发现 这些股票在拉 所以他们是拉全值股 所以今天中小型股在跌 今天中小型股在跌 所以你会发现 股票为什么尾盘拉成这样 为什么我的股票不涨 很明显啊 你懂吗 很明显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不知道股票该怎么操作的 来 我觉得你加入我的liet 我觉得你去加入我的liet 你可以问股票 你可以问我股票 好不好 今天我不知道说你有多少人手上套一堆股票的 很多股票都腰斩了 但是你还不处理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没有人愿意帮你 我说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处理 所以你今天加入我的liet 加入我TG liet才可以啦 liet可以问股票 你liet来问 但是我规定最多问两党 好不好 最多给你问两党 来我再说一次 我说我选股有四个条件 产业前景加 营收动能强 股价超跌挫杀 筹码干净 主力进铸 我说这些 是四个条件 我才会寻找到一只股票 所以你会看我选股很少 我股票怎么那么少 你会发现 来我说三大主流 一样 ABF载版 IC设计车用电子 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星星对不对 不是动物园的星星 来这一只 星星3037 来注意看 这些股票今天算强 今天算强 你看今天煞有量 煞有量代表是好事 因为把没有信心的人洗出去 还有谁 景硕 有人也问这三只 ABF载版 三只 来我说这些股票算强 8046 南电 来我说这些股票算强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买 我觉得买星星 我觉得买星星 这个行情 如果说确定明天之后 确定往上 我觉得你 ABF载版你可以布局星星 你可以布局星星 我直接报牌给你 然后呢 车用电子呢 车用电子很多股票啊 车用电子非常多股票 像车王电啊 这些股票都是啊 1524 梗鼎这些也是啊 这些都是车用电子 你会发现很弱 你会发现这阵子很弱 但是你还没到布局的时候 这里还没 你看哦 像我我这一只 我有一只股票嘛 也是车用嘛 今天也跌啊 他今天也跌啊 我一样还在 好不好 有人问我说 老师 我这一只股票 我跟着你买 我现在套牢 我跟你讲 他买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买在这里 我说你买在这里 我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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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买在这里 你套牢是应该的啊 怎么会去追高呢 你不应该去追高 好不好 不要看到掌停板隔天就去追 而且这个带量红K 这个最危险 这个最危险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 带量红K是最危险的 可是你们技术分析一翻开来 他会说买在买在带量红K的时候 你们技术分析是这样教的 买在带量红K的时候 那你就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而且要确定 确定带量红K之后 这里锁住了 然后老师 我今天买不到 我隔天买 买在这里 你就买在这里 好不好 干嘛被扒一扒掌 被扒下来 怎么办 我说我买在这里 所以我第一趟买在这里 我第二趟买在这里 同样的价格120 今天我套牢 我套牢5块而已 120块 现在是115 我一样套牢 我直接跟你说话 我一样套牢 但是我股票不止这些 我股票最多5档 对不对 5档好不好 5档 所以我说三大主流 一样你锁定车用电子 ABF载板 IC设计 IC设计很多 我之前跟你谈过 我说创意也是IC设计 只是它比较高价 它比较高价 IC设计很多支 很多支 还有谁 刚刚跟你谈的吗 普洛也算 他也算一支 联发科也是 联发科也是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你要买 你不会选的话 你买龙头 买龙头 比较快 ABF载板龙头是谁 星星 IC设计龙头是谁 联发科 这样比较快 你懂吗 来我跟你讲 高利我怎么做的 这里我买进 一根涨停 来第二天再一根 从120到140 这是第一趟 120到140 一张赚2万 10张赚20万 这是第一趟 来第二趟 我这里我再买回 120块以下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说我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 买这里 我当时截图 这个K线长这样 就是这一天 同一天 我买这里 来你注意看 我这一天 我套牢一样跟你讲 隔天涨停 我没出 好不好 我没出 因为我一样看好它 来这里 又跌到120以下 我再加码 所以你看 我连续买两次 这一趟 我们连续买两次 有人今天问说 老师 我跟着你买这一支 我套牢了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还没出 好不好 我还没出 所以如果明天反弹 你听好了 如果这个盘 明天反弹 我们的股票也反弹 如果这个盘出现 败笔不对劲 那我跟你讲 我这次一样会砍 我先跟你讲了 我说你要跟就跟好 如果你要跟 你直接跟上 所以我说 如果说明天这个盘反弹 明天盘会反弹 好不好 我刚刚讲了 明天的盘会反弹 就是加权 会反弹 但是我们的股票 弹上去之后 如果不对劲 我一样会砍 好不好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一样会砍 来一张 这是环球金 五天 这五天 我这天买的 12345 五天 一张赚2万5 十张赚25万 从363到388.5 好不好 十张赚25万 来这一支 我说你可以提前跟我布局 你可以提前卡位 好不好 看你想不想要跟着我卡位 来资深不等于专业 真正的专业是胜率 所以我能够在 最佳的十几点出手 那个胜率才会高 你懂吗 那胜率才会高 来我说筹码面 才是你要研究的方向 不是基本面跟技术面 所以你看基本面好 长龙基本面好不好 非常好 为什么我不看好他 为什么到今天他还在破底 为什么 那个就是基本面选股 所以你用基本面选股 选的是过去的基本面 你选到的是过去 你懂吗 来我说你来跟我给你四大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持股不超过五档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不跟主力挂钩 来这里这三个你们去加入 好不好 你才有我的讯息 我再说一次 我选股有四个条件 产业前景加 营收动能强 股价抄跌措杀 筹码干净 主力进驻 来我说请拨电话 如果要了解299方案的话 0277259668 好不好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边 祝祝各位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预优优优独立判 预备 监制 效果 工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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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